驚喜糖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請教一下 你吃那個 降血糖藥是對腸胃不好 不是對腸胃不好 糖尿病的第一線藥叫 這個藥其實是個好藥 它其實對人體有很多幫忙 它可以治療糖尿病 可以預防糖尿病 可以預防肝癌 可以預防胰臟 那在兩年前還發現說 它可能有 那就可以每天吃了 我們都可以吃了 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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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在做臨床實驗 在美國開始來做 這胃癌有可能 他們其實有在做這個實驗 可是要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可能要再過幾年之後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一定講得那麼好 一定有它的輕微副作用嗎 它就是腸胃都不舒服 它剛開始吃的時候 前面一兩個月不舒服 可是它後來通常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後 慢慢會適應 剛剛它講得好像 對 真的 那不是很老的藥 很老的藥 它其實已經沒有商業價值了 它很便宜 真的 它其實很便宜 它其實一個藥 可以到一個完全很便宜的階段 可是還有新的文獻 說明它的好處 這是很值得考 那怎麼會現在才報告出色 一直在研究它 因為它很奇怪 就是萬年不衰一樣 它一直在研究它 那你老藥 怎麼會你們會去研究老藥 因為它永遠都是我們的 第一線原料 那APC大概就用它 就只要是不能沒有壞的話 就用它 因為它數字很多 它發現輕微糖尿病 摄藥之後發現它平均 說明是變比較長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大家應該先去得糖尿病 再來吃 對 就可以防止老化 不是 好好的人怎麼去吃 不是 第一線好好講 這個還在做研究 這到底什麼原因 我都不曉得 因為你看它這個很有趣 其實它可以治療糖尿病 然後又可以預防糖尿病 然後又可以預防肝癌 胰臟的大腸癌 這些都有小部分研究 發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後來發現 因為這些疾病都跟老化有關係 所以它可能是在老化那個地方 去做了一個修正 所以導致後面產生的問題 全部都減少 應該是年紀輕輕不要吃這種藥 像我們這個年過六十可以這樣吃 因為這些都是觀察性研究 觀察可能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治療會怎樣 要等新的研究結果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個是 頭暈跟腹部痠軟 就好像打完籃球一樣 然後你的腳就很痠 打完籃球的隔天 還是你做完孕育體燒隔天 對 就很痠軟 對 所以你是腺臟科 醫生 你是 沒有 膀胱癌 腺臟有問題 這個是腎臟肝臟都換掉 這個個案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農夫 他身體一直都很硬朗 他可以一天在田裡七八個鐘頭 所以他是一個很健康的 而且他殖女 常常都幫他安排健康 每天都幫他安排健康檢查 假設他全部都正常 結果他就在有一天 他就是忙完了農事之後 他晚上回到家之後 他就覺得他的腿 就開始越來越痠了 然後頭又開始暈了 他覺得應該沒什麼 可能是白天太累了 後來隔天他發現症狀沒有改正 腳痠得越來越厲害 頭還更暈 他就想說 讓我就先去衛生所找醫生看 醫生看完之後 其實醫生說 你可能真的還是工作太累了 然後也幫他抽血驗了一下 腎功能也都還好 然後就看了一下喉嚨 就說你可能是感冒 感冒有時候我們就會 筋骨會痠痛 開一些藥給他吃 結果吃的沒有比較好 隔了兩天之後 他就發現他的小便 他都整天都不小便了 後來兒子回家 看完他爸爸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這爸爸怎麼反映有點遲鈍了 而且臉色變得比較蠟黃了 就緊急就幫他送到 我們醫院的急診了 結果一送完之後 我們一抽血 結果他的那個 它就有黃膽的現象 然後基酸肝的指數 就已經上升到10以上了 我們正常是在1以下 也就是他這同時 就已經是 那他這時候 他同時又有 他醫師也變得不清楚了 那那時候我們就是 緊急跟他急救 那其實我們這時候 就要找原因 為什麼他就 在1、2天之內 他的狀況會這樣子 急速的惡化 而且他身體一向很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慢性病 結果我們那天值班的醫生 其實也很警局 就開始就去問他說 平常在哪邊工作 然後四號有什麼 結果問問之後 就說原來他是常常下田 然後都是 當天就幫他送一些血清的檢體 驗了很多的傳染病的 寄生蟲的 結果是 溝端螺旋體 溝端螺旋體是一種細菌 其實他都在土壤裡面的 那個通常只有在水災之後 這個疾病勝出率才會上升 結果他是感染溝端螺旋體 其實我們值班醫師前一天 晚上報告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報告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警覺到 就說這個 這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老師上課有講過 可能會是這個疾病 他就針對這個細菌 他竟然打抗生素 他說不管三七二十一 抗生素先打了再說 因為他實在是找不到病因 為什麼會這樣子造成肝腎衰竭 結果後來溝端螺旋體的報告 一出來之後證明我們打對了 後來這個病人 他大概洗腎洗了一個禮拜 回到病房之後 也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肝腎功能就全部回復 所以其實溝端螺旋體 這種診斷 其實就是 你心裡要想得到有這個疾病 不然就是你只是肝外掉 就洗肝腎外掉洗腎 那這病人是活不過來的 那其實像這種嚴重的 溝端螺旋體的感染 大概平均兩到三天 病人就會死亡 就是看你有沒有想到而已 那我們農民那麼多 這不是常常會有嗎 對 所以其實後來 其實我們醫院也有在 那個中南部 也有做過流行病學的調查 其實發現就是南部的 南部這邊的盛情率 真的比北部高 但是大部分都是慢性感染 就是沒有像這個個案 它這麼嚴重的疾性感染 因為我們外景常常去農田 修耕的時候 我們在田裡面玩 是不是外景很多 弄得全身都泥巴 有時候還要摸到玻璃瓶子 對 很危險 是割到那些 所以其實就是 你有去做農事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穿著那個 雨靴 雨靴之類的會比較 但尤其腳有傷口的時候 很難 有時候陷進去拉起來 就剩腳而已 對 很辛苦 對 其實之前像拔拔風災 整部南部 整個大淹水的時候 整個南部就崩 就是爆發的失極力了 是啊 而且還有 那個臭味很臭 有時候那個 對 可能有什麼糞便 就排在裡面 對 因為我們家裡面 在山上也是務農的 那因為我們家那個老人家 他就是常常會絞痛 可是因為他務農 所以他很常就是說 他想要買那個按摩器 可能肩頸的 還什麼的 那他最常痛的 就是他的腳底板 他就說他小腿很痠痛 腳底板很痛 所以家裡其實有很多 那種按腳的 各式各種的 那甚至是家裡面 就是年輕人也會買一些 氣墊鞋給他穿 但後來都沒有用 然後已經很久了 我們大概也就覺得 他就是可能姿勢不良 可是有一天 他是痛到是 然後腳非常麻 然後那時候才覺得 這樣好像有點太誇張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去了醫院之後 一檢查就說在那個 反正照出來看到 然後當時就想說 可能就不太好 可能會是骨癌這樣 那有去做切片 那後來看到發現是 腎臟癌 那是嗎 他是已經轉移 然後轉到骨頭那邊 對 脫太久了 就是脫太久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案例 他一開始的症狀是頭暈 其實我應該先把我的專科遮起來 不然這樣太好猜了 你是大直 大直腸科 大直腸科 大直 其實在大直 不是 一個大腸 好記喔 對 頭暈 還是沒關係 大家應該都可以猜得到 就是頭暈 大腸癌 大腸癌 對 他其實是大腸癌的一個案例 對 其實跟剛剛幾位分享的 個案例不太一樣 我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常的case 那我這個病人 他是一個50歲的男性 他主宿是 在家頭暈一個月了 那一個月一直都沒有好 覺得很奇怪 但他有吃高血壓的藥 所以他先把高血壓要先停掉 想說會不會是血壓藥太重 引起頭暈 血壓太低了 就停掉 就停了之後還是沒有好 所以他就到我們家醫科去做檢查 那家醫科醫師呢 給他做個初步的篩檢 發現他血紅素只有7.2 一般成年男性 大概要14到15以上 14到15以上 少了大概一半 一般成年男性或者是女性 如果說血紅素會掉到這麼低的話 我們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在消化道裡面 有沒有一個隱性的出血 大部分都是腫瘤造成的 其實他們整間一進來 我們會先做一個 這個基本理學檢查 肚子壓一壓 摸一摸 這時候其實大家就已經知道了 因為在他右邊的腹部的地方 有摸到一個腫塊 所以趕快安排一個 大腸癌的檢查 的確就是一個身體的腸癌 那這個腫瘤大腦其實已經滿大了 然後在12 3公分 那不過運氣不錯的是 他的肝臟肺臟都沒有轉移 所以趕快開刀 那開完刀之後 淋巴也沒有轉移 所以其實只是第二期而已 對 所以他育後算是滿好的 目前就是在門診區去追蹤這樣 可是我有疑問 我們剛剛前面講說 很多癌症是造不出來的 那是不是等於造出來都二期三期 零期怎麼發現的 這就是我們國健局為什麼會推 45歲以上的民眾 每兩年要做一次分面前學的曬檢 跟大腸癌的這個檢查的原因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女生最常見 就是子宮頸癌 最早容易早期發現的 就是你定期做抹片的話 就是癌症病變就可以發現了 是 子宮頸磨片 就可以治療了 這很重要 零期都可以檢查出來 那你也要很勤勞去做 有的人做都不願意 現在是三十歲以上 每年就是可以免費的做一次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他沒有不舒服 子宮沒有不舒服 但是是因為他朋友不舒服 所以他陪著他朋友去 然後他順便也檢查 結果是子宮頸癌的零期 對 所以立馬趕快把它 做處理 切片 運期真的太好 非常好 對 立馬處理好 就後來就慢慢地追蹤就好了 對啊 追蹤就好了 長癌是運氣不好 可是他能追蹤出來運氣是好 能夠發現是最重要的 對啊 所以你要不要關心 自己的身體一下 要